就是清明节了 很多人要扫墓 也想到了宠物的塔位 探视过世的爱犬 但是嘉义市呢 却有一座这个宠物零骨塔 被人家爆料说 收了塔位的钱 怎么把狗狗的骨灰 全部都丢在一个大垃圾桶里面 要来看 要怎么看呢 他还说呢 要大家自己去拔 不会问神明 爱犬塔位遭到这样子的对待 让很多的狗主人是气坏了 为在嘉义中浦的宠物零骨塔 用铁皮屋搭建而成 里面设备解漏 环境脏乱 像这一个个塑胶栏 竟也称为塔位 有的狗狗骨灰 被气质布满灰尘的瓷碗或瓷盘内 民众要来帮狗狗整理塔位 看得快要混倒 有资料啊 也不知道他是谁的 这个也没有资料啊 这个也没资料啊 全部都没有资料 只有这张有资料的有而已 然后这个 没有那张单子的 那你们的放在哪里啊 我们的就不晓得放在哪里啊 这位民众当初花了4000块 买个单独的塔位 每年还要花1000块的清洁费 结果他的爱犬骨灰 却被放在制纸垃圾桶 对啊 整个 那都是大众塔 大众塔 这些都给他落在这块 这都是大众塔啊 这不出人啊 是啦 业者还说 能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就去告他 不负责任的态度 让民众难咽下这口气 这期消费纠纷 消保官已经着手调查 也提醒 宠物灵骨塔的业者 素质称吃不起 购买时 务必要到现场了解 问民服务内容 以免不必要的纠纷 准备新闻和国务 加一把打